举牌高喊上街抗议 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堕胎法令 全美各地掀起抗议潮 而且场面逐渐失控 除了亚利桑那州议会外 当局释放催泪瓦斯驱赶群众 爱尔华州更有一名男子 一路驾车闯入抗议队伍 造成一人受伤 而且撞了人就想逃 民众不顾危险纷纷趴车蓝停 洛杉矶游行群众 则是直接霸占高速公路抗议 最高法院外 更涌入大批愤怒妇女 痛批美国女权严重倒退 就连演艺人员也看不下去 相继炮轰 美国法令开倒车 外籍比利用歌声为女性发声 小天后泰勒斯也发推特 对妇女的现况感到害怕 演员荷莉贝瑞更直呼自己气炸了 最高法院的裁决实在太扯 连枪支都比女性还有权力 只不过最高法院裁决一出 全美一共十周几乎同步禁止堕胎 范蒂刚发声名利挺 前美国总统川普所处的共和党 更大赞这是历史性的胜利 但西方领袖都看不下去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推文写下 他的心与丧失自主权的百万美国女性同在 法国总统马克宏也说 这是女权的基石 应该要受到保护 拜登重批这是悲剧错误 英国首相强森更谴责 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将冲击全球 保障女性自主权的法令 一夜之间宣告消失 纽约时报更推估 下一步恐瞄准同婚合法化 势必再次撕裂美国社会 在新闻黄澄一报道